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 子愿 我们的家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我会把这里慢慢还原成我们原来的样子 还原成有你 有我 有爸爸 有妈妈的样子 就从这一步开始好不好 子愿 也许你并不知道 我一直在偷偷关注着你 关心着我唯一的妹妹 究竟能不能独立闯出一番事业 没想到你做得这么好 我真为你自豪 从今以后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家复原起来好不好 不要让我一个人 就像我以前从来不让你一个人 面对爸爸走后的一切 好吗 每一次妈妈责骂你 我哪一次没有站在你身边保护你 我哪一次没有站在你身边保护你 不是说买饮料吗 怎么买这些了 是 那我再回去买吧 不用了 这些也挺好 乐乐还能啃一啃 这两天怠慢你了 等项目一结束我带你去旅行去 那东京啊还是爱尽海 你先别想这些了 快回去工作 你腻呼一会儿忙了 王老师还在呢 快回去 那你欠我一口 那我起来 嗯 我选好了你房间的墙纸 我还记得你小时候 特别羡慕其他孩子房间能贴墙纸 你的每一件小事我都记得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我能保护你 我很怕我一个不注意 就把我妹妹弄丢了 毕竟妈妈是那样恨你 幸好我一直把你保护得很好 你现在这样优秀 爸爸一定很高兴 怎么会变成这样 哥 跟舒晨在一起之后 我真的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你现在对我不再是哥哥 对妹妹的疼爱 是强迫和占有余 真想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 互相依偎 互相保护 哥 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明白 叶先生 不好意思啊 怎么打搅你 我想问你一下 紫余最近是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自从见了你之后才就 明儿 你别哭啊 这个是我朋友的公司 你哪会是让你老公选择一下 舒晨 你那么忙 我还耽误你这么多时间 真是挺对不起的 道歉的话 应该是洛宗良 绝对不是你们 他真是疯了 别担心了 等这案子成功之后 博曼会头疼好一阵子 那个时候我也有时间带着紫余 去过一段惬意的生活 快了 还有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你说 不要告诉紫余 为什么 我不想给他压力 我想让他在 轻松 没有报复的情况下 享受这段恋爱 紫余 给你打手机怎么关机啊 我呢 我给你发的邮件和资料 你看了吗 对方等着确认你 这要急死谁啊 对不起 我现在开机我马上回 赶紧给客户发过去 我知道了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我睡不着觉 我把我妹妹弄丢了 你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手牵手去上学 每次我送你到校门口 你最高兴了 现在是凌晨三点 我走到这里了 这里已经被拆掉了 以前是我们最喜欢的 冷饮房 小时候我们要攒好久的钱 才能来买一只冰棍 你记得吗 有一次你生日 我带你来吃雪原连雪糕 你开心地捧着舍不得吃 结果 雪糕画得你满手都是 你哭了好久 还问我 为什么雪糕一定要画 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 太阳快出来了 紫月 还记得我们在这里 看过日出吗 现在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 每一秒钟 都是我对过去的思念